在馬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戰爭之中 第一個宣布與以色列斷交的 就是拉丁美洲國家 玻利維亞 他在當地時間10月31日 正式宣布與以色列斷絕外交關係 看看他的內容 他的宣布說 玻利維亞在尊重生命的原則、立場、框寡之內 決定與以色列斷交 拒絕並譴責以色列在加薩地帶 罪行的侵略性和不成比例的軍事攻擊 他又呼籲以色列停火 也要結束阻止食物、水和其他生活 必需品進入加薩的封鎖 要撤銷封鎖 指責以色列的封鎖和襲擊行為 是違反國際人道法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因此以色列針對加薩地帶走廊 針對巴勒斯特人民犯下的反人類行為 而另一邊有兩個國家召回大使 在智利和哥倫比亞宣布召回鎖以色列的大使 另一邊就是朝鮮 就是北韓 對於美國媒體散播謠言指出更正 這裏就是美國官方媒體 美國之音在10月16日發出了一段 對以色列駐韓國大使的採訪 他在電話採訪之中提及 哈馬斯武裝人員正在使用 就是朝鮮製造的武器 以攻擊以色列 這些武器可能已經在伊朗傳放了相當長的時間 另外美聯社在第二段 就是以色列繳獲了哈馬斯武器之中 出現了北韓製造F7火箭推進的榴彈 這個報導還引申述美國的武器研究機構 Armement Research Services 的負責人 就說F7火箭推進的榴彈 曾經出現在中東多個衝突地區 北韓一直支持巴勒斯坦武裝組織 對於這件事 今星就是朝鮮駐聯合國的大使 在聯合國大會上博釋相關言論為不實謠言 美國政府所屬的一些媒體宣揚虛假消息 稱朝鮮製造的武器被用於攻擊以色列 他們還製造毫無根據輿論 聲稱北韓會趁中東和烏克蘭的衝突 將地區危機推向高潮 然後展開威脅外交政策 這就是美國那邊的說法 朝鮮那邊也出來澄清了 這邊有很多個衝突 在派對方的衝突 就在派對方的衝突 在派對方的衝突 在派對方的衝突